过去一年多了人在家煮食 加上限聚令的影响 食市生意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不过有危就有机 今年初下所有餐饮集团 在出名租金贵的中环 开始高级快餐店 究竟他们怎样计得到租金和人工的一条数 中环这个地区大家都知道 是很多的上班一族 也有很多外国人 也有很多的游客等等 其实也配合到他们顾客的需要 新店楼高两层 楼上是用餐区 楼下是外卖专区 Edan透露疫情客四成客人 宁愿买外卖回公司 外卖专区买三文治、咖啡等的轻食 方便上班族购买之余 价钱较大众化的食品 也能够应对疫情的冲击 始终的价单 AG是比较 reasonable 变成了受影响是小一点的 个个都可以很短时间 即是说我只有十多分钟 我都吃些东西 他都会进去奥斯坪去吃 但欧币可能你 如果想要进去吃饭的时候 你都要预复有五个钟、九个字的时间 所以AG的影响是轻微比欧币好一点的 对于食市来说 店铺的租金和人工都是重大的开支 Edan形容疫情下租金下调幅度非常理想 我吃Grill by Outback的人工支出 也相对传统餐厅少 人工支出在这间AG的店铺 我们其实是相对会比较减散了一点的 原因就是我们好像比较 在这间酒店铺币厅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很多细节目的招呼 又要下单单 又要给水、给面包、给汤 但AG我们其实就简化很多 在流程中也省了一些人手 所以人工支出比例上也减散一点 这也是一个好处之一 在AG的营运上 目前Ossigrew by Outback 在香港只有两间分店 Edan看好快餐形式的营运优势 静物色适合的地区开设新分店 一来就是人流 这个是很重要的 起码它一定是很旺的人流 另一方面就是消费能力 因为很多时地区有不同的地区的消费能力 另外我们要考虑 我们本身在地区里面 人客的分布 例如多些上班一族 多些外国人 多些游客 当然租金也很重要 如果租金太贵 也未必是我们考虑之一